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东的土地富饶 地方政权也因为历经多代统治者的经营而比较安稳 但是 在三国进入到三族领域的时代之后 东吴的政策出了很大的问题 东吴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了荆州上 在当时的情况看来 是东吴可能觉得蜀汉较比北魏实力要逊色很多 但是 他并不明白纯王齿寒的道义 在进军攻打蜀汉的时候 反而趁火打劫 让蜀军赴贵受敌 而当蜀汉被攻下 东吴被统一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可以说在决策上 东吴犯了一个很大的失误 后主暴乱 民众苦不堪言 同时东吴的衰败还和东吴的末代皇帝孙昊有很大关系 孙昊与东吴之前的君主不同 他在上位之初遵习了之前东吴的君主的政策 曾一度被人称作民君 但是在之后不久 就将暴虐的本性显露出来 东吴的百姓本来是很爱戴孙家的政权的 但是孙昊的暴政 也使得东吴民心尽失 最后被晋朝统一也是情理之中 展开权文重回乱世 改写历史东吴在三国鼎立之初 尤其是在赤壁之战后 北魏实力大大受损的时候 其势力和地位是很高的 但是东吴的统治者却没有抓住这个契机 如果你对孙家的所作所为感到惋惜的话 就可以到九州节手游的世界中去重新改写历史 九州节手游是一部以乱世为背景的战争手游 游戏还原了三国时期的大量真实历史 世界 孙权没能定好策略一统天下 但你却可以一世为鉴 重新在九州节手游的世界中 凭借着你的聪慧策略来称霸乱世 九州节手游已经在全平台公测 如果你想称霸乱世 那就快到游戏中去吧 三国的历史这次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快去行动 成就一番伟业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